清明扫墓祭祖庄严肃墓 不过台湾的原住民族 因为西洋基督宗教的传入 祭祖扫墓的方式大不同 卓西乡天主教八个堂口 每年都有本堂的神父带领教友 来到墓园为以色祖先家人祭拜追思 除了师哥祝祷 也由神父持圣水洒进辅慰心灵 台湾原住民族 因西洋基督宗教的传入 祭祖扫墓方式也大不同 今天特别遵念在此安息的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仍然要活 现在他已经用自己的死亡毁灭了我们的死亡 又用自己的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 因此我们满怀着信心和希望 来为我们安眠在此的弟兄姐妹 佛过我们的神父祈祷 佐世湘天主教八个堂口 每年都有本堂神父林贵明 带领教友来到墓园 为以色的家人亲友祭拜追思 除了简短福音的分享 也以传统古调歌咏 足以圣歌 在教友的带领下 神父持圣水到美味以色教友坟上 洒进祝祷 过程庄严深圳 哈尼班大众清明节扫墓祭祖之外 部落族人也借着扫墓追思和家人团聚在一起 但这一次也因为大地震重创花莲交通 返乡扫墓祭祖的族人也明显少了一大半 部落族人借着宗教信仰 追思仙人亲友 辅慰心灵 记得十一预览左席采访报道